現在真的是火力全開 大家直接隔空對嗆了 為什麼特別蔡英文 要選在嘉義這個地方 去跟韓國瑜來做這樣的一個 短冰箱接正面對決 理由很簡單 因為有我們的明文大會在 你要知道明文規定 英派長門人 這明文規定的地方 如果我再尬不贏韓國瑜 我別的地方要怎麼尬得贏 對啊 是啊 所以你看集體動員 動員來 所以那個人多到 你看什麼地步 你看到沒有 第一個有台報了 人多到擠不進會場 庭小英人潮滿出馬路了 你看多棒 馬上人潮汹湧了 是 蔡宇宇說 本來準備7000個位置 後來根本不夠做這樣 又整個急 急 急 到最後加座位還是人太多 這樣來看 應該就1 2萬對不對 因為你本來7000個 再加位置頂多1 2萬人對不對 錯 三立告訴你 三立最新 加以庭人潮破百萬 破百萬 真的 破百萬 你看嚇死人 我看這個地方會不會入城 那不得了 等一下100萬人 擠到那個地方你看 最強團隊已經到位了 可是看到這個時候 大家有點納悶 為什麼 因為加以庭人口才52.48萬 加以庭人口27.03萬 等一下 加起來也沒破百 是啊 所以你看 那數字那些百萬哪裡來 外線是全部擠進來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這百萬人來參加 蔡英文的聚會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實在太厲害了 可是問題是這個場地 擠得近百萬人嗎 因為現場了不起1萬多人 就已經很嚇人 因為其實現場 確實還真的滿滿的 滿 你看照片上面 滿滿的人 所以我必須說 可能我們集體眼睛夜障重 就看不到剩下那 99萬人在哪裡 我們只看到這一萬 所以我們自己要回去檢討 當然你會看到這個場 除了滿之外 一邊韓國瑜講說 你看我們的支持者 每一個人眼睛都閃閃發光 可是另外一邊 遊覽車的攤死蛇出現 遊覽車能夠坐到攤死蛇 這個就厲害 這個車隊的長度 絕對比機車還長 你看這個烽火連綿 到天邊 看不到底 你看那邊如果鏡頭 都還是遊覽車 是 你看這真的是 這種攤死車的奇景 在台灣現在不是只有 摩托車 專美於錢 現在遊覽車已經超越它了 而且還有我們最文明的 雞腿便當 但是我必須要譴責一下陳明文 人家南部通常都是雙煮菜便當 你怎麼做一隻雞腿 菜便少了 對 我覺得這個要檢討一下 對不對 這個要檢討 下次改進 可能因為明文規定的關係 所以就無所謂 大家不需要雙煮菜 大家項信力比較強 你看在嘉義縣的地方 42萬選舉人口 大概一般是6比4 也就綠大於藍 然後在嘉義市這邊 21萬選舉人口 綠五藍市中間一 也就是綠的一面高一點 可是中間一層的選民 會主導最後的選舉結果 你如果讓中間選民覺得 我要支持你 可能整個就會翻盤 過去世界大選綠營平均得票 嘉義市西區56.1 東區51 所以東區看起來又比較 沒有那麼 相對沒那麼支持綠營 嘉義市東區在綠營的得票率 其實比全國高 但目前差距正在縮小中 因為你看近世界總統大選 嘉義東區的綠營得票率 你看52 2004年52 然後45 48 到2016又到達高峰 到57.7 可是上一屆開始又開始下降 所以就是這次市場選舉 他又調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滿關鍵的一個指標 特別是這邊居然長期執政的 不是藍 也不是綠 這邊長期執政的是五黨籍 五黨籍反而是居多 是 你看1980年代 一路到現在 前面還有一些張柏雅 張文英 張柏雅 陳立正 你看一直都是五黨籍 到2000年前全部都是五黨籍 你看陳立正後來投入民進黨 然後開始執政 然後後來又被國民黨拿回來 黃敏慧拿回來兩屆 然後突醒澤拿回來一屆之後 後來黃敏慧又再拿回來一屆 所以你會發覺 這邊一直在不斷的擺動 接下來嘉義這一次的選舉 可能又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其實各方都在評估當中 但劉蓋燦 我們看到嘉義 如果縣市加起來 差不多有60萬人左右 依照過去的投票比例來說的話 藍綠比大概4比5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時候看起來 有大概一層是中間選民 這一層中間選民 差不多也就是在6萬人左右 可是現在以嘉義 畢是個農業大線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民進黨 照理說應該是要占上風的 但週末拼場看起來 看來韓國瑜跟蔡議員之間 好像現在是屬於五五波的狀況 人數最差 不是你們說這樣 可能差15千有 差15千有 再來就是現場 這邊是到韓國的照片沒刷 人那邊是在講話裡面就刷了 油門車一台一台 一般起來三四十個 一般起來三四十個 一塊一塊一直抽 便當吃肉就糟了 不然是要怎樣 便當吃到本 那是剛才油門車載出去 不然是要走來聽兩句的英國 你是要走過來這邊 對 交代說你們跟韓國的說就說比較慢 我吃肉過來你們這邊聽 國磅作業國磅 民進黨跟蔡議員你們好好檢討一下 社保兵員這些農夫入關就對了 過期怎麼聽他們 當然在困難的時候叫天天賣他們 叫爹爹沒聲 你有幫忙他們 去年到今年 如果不是我們跟韓國這樣一直賣 我們賣那麼多 結果總數量 成績堂也算在你們的成績上 你看看王來在困難的時候 你們有說半句的 補助開始補助 金車在困難的時候補助又補助 油在困難的時候補助 現在土豆要進口來 現在日本也說要補助 為什麼這些農民 蜜民停你們二十幾年 這次會起盤 我們有在看鄉親時代 你有在看電視台你就知道 我之前在家裡 因為我用警察出來 我從後面走 我怕怕不出力 我總是從武台後面這樣 走出來縱觀光路這邊 剛才在八人起床那裡 要來持車 我叫書記生從那邊出來 那只漏人過 那有夠好運 像這樣要加一個油 去塗到龍改善 那上位說你們就要打招 文三兄 韓國你們要打招 傳統你們把我們台灣人叫切 他說你把我們台灣人叫切 我們會改變 很清楚他過去就是支持民進黨 這要問什麼人 你說今天不是韓國如跟我們很厲害 不是 是你三年外來的市政 你沒有顧到這些基層 你只顧你們這個流牌這樣而已 我跟你說 我這裡走火器堂 生了一顆肉流 去給錢醫師看我 拜託你和肉流 把我刮開桌就對了 你看看我說兩次了 這顆流不會死 不用開 有一個流會死人 國家反省就倒那顆要去唱歌 那我醫師沒辦法那個柯林 我說倒一顆流 他說新刁流 那顆流沒掛起來 台灣的死在他的手 有話我們看到之前的時候 綠媒一直在放風聲說 地方派系要放聲韓國瑜 可是週末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嘉義這個拼場當中 韓國瑜拼的主要是民心 而不是拼的是地方派系勢力 而綠營他們其實在嘉義 經營這地方派系勢力 還有基層的部分的這種力量來說 已經很久了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嘉義真正的基層 可就是農於民 派系能夠和這個民意相對抗嗎 談到嘉義 我先探口氣 為什麼 各位去看 整個台灣 賭盤最盛的地區是什麼區域 就是嘉義縣 就是說嘉義縣他過去 你長期以來 你的老黃派跟小林派 他們兩個鬥爭 那張花冠也好 陳明文也好 他們都是屬於小林派 那過去是老黃派當權 那小林派當權以後 他們就把權力全部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全部抓在自己手上 各位曉不曉得嘉義 他發生了三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 就是說 就是說所有鄉鎮企業 現在通通都掌握在陳明文 張花冠 翁張良他們的手上 他們有沒有照顧民眾 沒有 第二個 嘉義他海線是非常非常的貧苦 他貧苦到因為他地層下線 所以他很多你從事農林漁牧的 是受到影響 但是他們對於這些人問多不問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就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當陳明文 張花冠到翁張良 你一系列下來他們只照顧自己派系 其他他就不管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嘉義縣那麼綠的地方 會有那麼多的人會來支持韓國瑜 因為這些都是基層民眾 都是貧苦大眾 都是庶民 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幫他們解決沿海的問題 他們也希望過好的生活 那更重要的 韓國瑜給他們帶來希望嘛 那至少韓國瑜他不會去綁派系 這也就是說老百姓他為什麼他要支持韓國瑜 那話說了回來 嘉義是向來是從陳明文到翁張良 都是大勝國民黨的候選人 都是大勝 幾乎你除了第一次陳明文跟陳明文出來 以七千多票贏了國民黨的候選人 耳後都是萬票 都是七萬票 六萬票 五萬票以上 甚至於民進黨分裂 他都能夠贏國民黨候選人 這也就是說蔡英文為什麼到了嘉義 有那麼多的遊覽車 各位 嘉義本地人不多 韓國瑜是嘉義的本地人很多 所以你一說蔡英文的他來的遊覽車很多 都外地來的囉 都是外地動員來的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民進黨他們只要地方派系 你效忠於他 可以吃香喝辣 怪不得陳明文一個皮箱可以弄到三百萬 三百萬可以不用交代